阿祖法的家园重建工程迎来了新的进展 在这阳光明媚的一天 他早早地开始了日常的忙碌 火堆被他点燃 茶具在他手中被一一清洗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客人 今天 他心中充满了激动和期待 因为根据约定 莫森将带着房屋绘图工程师 来帮助他测绘新房子的建筑图 正当阿祖法专注于清洗茶具时 远处传来了卡车的轰鸣声 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他抬头望去 只见莫森的卡车正缓缓驶来 最终停在了他的面前 车门打开 莫森从驾驶室中走出 而从副驾驶坐下来的 是一个他未曾谋面的男人 这位陌生男人 如果阿祖法没有猜错 应该就是那位房屋绘图工程师 阿祖法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 他知道 这位工程师的到来 将为他的新家园建设 带来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他热情地准备迎接这两位重要的客人 他的家园重建之路 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互相热情地问候之后 莫森向阿祖法详细介绍了 房屋绘图工程师的背景和专长 让他对这位专业人士的能力 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信任 随着彼此了解的加深 他们没有选择休息 而是立即投入到了紧张而重要的测绘工作中 莫森与工程师并肩作战 他们一边交流着建筑的每一个细节 一边用尺子对已经被整理好的土地进行精确的测量 这片土地莫森卖给阿祖法的足足有100平方米 为新家园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阿祖法站在一旁 看着他们工作 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莫森对这片土地的利用有着自己的打算 他希望在这个空间里 每一寸土地都能得到合理的规划和利用 不留下任何浪费的空间 在测量过程中 莫森和惠图工程师的配合非常默契 他们用尺子在这片土地上标出所需的尺寸 然后用棉线根据测量结果和规划需求 以角落为固定点 拉伸出直线 形成房屋的基础框架 这个框架就像是未来家园的蓝图 一点点地在他们手中变得清晰起来 阿祖法静静地站在一旁 目光中闪烁着对莫森和工程师忙碌身影的欣慰与期待 他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 如果没有莫森的慷慨援助 重建家园的道路将会异常艰难 更不用提对土地的精心规划和房屋的巧妙设计了 阿祖法坚信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处理 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他对莫森和惠图工程师充满信心 相信他们能够为他打造一个既舒适又实用的新家 在他们测绘工作进行的同时 阿祖法并没有袖手旁观 尽管热水尚未烧开 无法泡茶 但他依然用心准备 为两位辛勤工作的男士倒上了两杯清水 以此表达他的感激和慰劳之情 这一个简单的举动 虽然并不华丽 却满载着阿祖法的真诚和对他们的尊重